哈喽 我们今天吃这些糖果 先吃眼珠糖 这是我的肌肉 我喝了一个银飲料 我记得把银皂子也喝了 你说,我会有一个咬银 让银合银河 也很久,当我吃了银河 我们今天吃这个鸡蛋 这些猜猜里面是什么 先猜一个浅紫色 看它里面是什么 水蜜桃软糖 蜘蛛虾爆浆软糖 蜘蛛虾 转转转 转到什么吃什么 我们现在开始转 哈哈乔治你运气太不好了吧 又让我赚到你了吧 我是什么运气呀 你别吃我 不行我赚到你了 我就要吃你的 我是讲原则的 你看看你这上面那么多糖果 你非得吃我吗 我好久都没有吃你了 让我尝尝你的味道吧 我真的不想被你吃掉 看看乔治肚子里面是什么 哇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小萌芽吗 好可爱呀 一包糖果 哇乔治还送来了一个恐龙戒指 我们来把它给带上 糖果吃掉 我们再来转 超级手表 我们来把它打开 这个超级手表还没吃过呢 这是刚到的货 我们来尝一下 哎呀 这个不好拿下来呀 完了完了 拿不下来了 馅儿太热了 它粘到一起去了 看 哎呀 完了完了 拿不下来了 哇 这个味道不错啊 这个味道好好吃啊 就是不好贴下来 拜拜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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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哎呀累了 防防腰 半盖姆12桶 半盖姆是12桶先的 水蜜娘可以放几天 稍微等等签 我吃点水果 水蜜娘 短时间吃完的话 怎么能放个一天两天的 放到冷场上面 如果说你想留着吃的话 你冷冻起来能放60天 你怎么跟婆婆相处的 有什么经验吗 我吧老天 刚开始我给我婆婆的野老干家 就是你想想签 和自己的亲妈妈 还生气呢 有的时候还离家出走 还割气 好长时间不给妈妈打电话 你说给婆婆 在一起吃 在一起住 在一起生活 能不生气吗 但是都别记仇就行了 姐妹们 哪里生气哪里了 这个架子哪怕吵得大一点 也得把那个气生出来 也别埋在心里面 我当时给我婆婆 也是磨合出来的 你干嘛 天哪 越磨合越好 你对她好 妈妈她也对你好 她对你好 你也对她好 就这样就好了 姐妹 我俩刚开始来她家的时候 我俩也干家 老割气 她给我老公公说我的坏话 我给奎哥说她的坏话 就是老哥老哥 有时候我老公公不在家 奎哥不在家 我给我婆婆我俩都干 时间久了 你知道吗 都在她家13年了 慢慢的就磨合出来了 我说我实际上是婆婆 和咱们处不了 一起去 就分开住 别在一起住 分家 我没那时候都分家了 你干嘛 那没办法 你融合不在一起 那就分家 谁也别搭着 慢慢的 时间久了 也就啥了 这是我自己认为的 那 还有的确实不好处 处不上来 你咋办 你对她再好 她都不好 那就没办法 还有的 你对她好 她也对你好 就好了 慢慢的 我吃的不是菠萝蜜 我吃的是蛇皮果 娃娃 蛇皮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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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 蛇皮果 蛇皮果 听得像小苹果 对剧的产生美 真是 那时候我老婆婆嫌我懒 就是我早晨起 就是她做好饭 早晨饭 嫌我给葵哥 我俩都不起 我跟你说 可喜生气的第一个 就是不吃饭 就是做好饭了都不吃 那时候对 她嫌葵哥 嫌我懒 她儿子睡午觉 睡早觉 没事 儿子媳妇睡 她看不得劲 她觉得都做好饭了 都不吃 她给我都嘟嘟 嘟嘟嘟嘟嘟 时间长了 就说分家的理由 就是啥呢 吃不了一起去 时间点不行 做好饭没人吃 分家 分家就分家 我们就分了 基本上不一起去 对 分开还是好一些 但是有些吧 她又分不开 你知道吗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地方 或者是说怎么样的 你让婆婆带孩子 那就得硬除 除除就好 但是开个波罗蜜 也很过瘾 也行 人心都是肉掌的 除不来 就尽量除 除不来就是分开 除不来就分开 大多数孩子都能除好的 你看 小孩子懂事 您当父母的 应该也是要体谅小孩 对不对 有的小孩也要体谅 父母都是一样的 现在不在一起 我们现在 在一起 吃饭啥的 但是 我们也不吃平时 就是星期六 星期天在一起吃 但是我们在一个大院子里生活 但不在一个屋里面 老天 我们是 她有婆婆 有婆婆的房子 我们有我们的房子 这妈妈 孩子看婆婆 上来真的是看婆婆 这妈妈 我良心话 因为儿媳妇吧 出来乍到了 她不太懂 有的时候吧 儿媳妇这几年也比较难 而且还生孩子 还没有钱花 如果婆婆这个时候 能给予支持 帮帮看看孩子 帮帮给点零花钱 就是帮衬一下 儿媳妇和儿子的生活 可能就会好过一些 这样子的话 还是挺好的姐妹们 但是有的 你看有的确实年纪大了 她也没钱 那就帮帮看看 还带一带 对吧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如果她身体条件不允许 咱也不让他们带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上来的话 要看婆婆多 你知道吗 先要看婆婆 因为婆婆要帮衬一下 这是实在话 真的是看婆婆上来 后来看儿媳 你知道吗 手里的水没有 现在 手里的水没有 是我在超市买的 我特别理解 你看有些姐妹 有没有刚结婚的 姐妹就是没有钱 现在感觉 挣钱好难 手里连点钱 都没有特别挤 有没有 咱直播间 有没有这样的姐妹 我都是从那个年代 过来 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我刚结婚的那两年 你怎么可难啊 我连就是 给我女儿交学费的 一千块钱 我都没有 就是慢慢慢慢的 日子就过好了 就那时候 那时候我婆婆刚开始的时候 她也不帮我带孩子 不说不带啊 她喜欢玩牌 以前的时候 她就是一有空 她就喜欢去打牌 去打牌 然后就 不是很好 我感觉那时候 我的婆婆和现在的婆婆 比简直就是不一样 慢慢的就好了 你知道吗 看起来 对 就是都慢慢的就好了 签了啊 坚持下了这两年 不是你穷 是这个年纪都没签 刚结婚那两年 都没咋有签 实在上 过过就好了 我现在也是上班 自己存不住钱 过过就好了 小宝 都是从那时候过来 不好 但是你也不要 太大的压力 你想啊 都是这个样子 慢慢的就好了 现在你有成功 我有成绩了 是一方面 婆婆会更好了 因为我对她也更好了 有钱就显得孝顺 你认同这句话 不宝贝 就是有钱了 咱也不在乎 一些东西了 给婆婆买化妆品 买衣服买啥的 你哄着她也开心了 再一个呢 就是在我没有钱的时候 我们也磨合的差不多了 因为我的脾气 我也不是软四子 我也不是软四子 就是我婆婆 拿捏不住我 但是我婆婆 我也拿捏不住她 就是我俩已经 处的差不多了 再加上 我一能赚钱 不在乎一些东西 给她买热买娜 给她衣服 给她热给她娜 哄了她也开心 太开心了 她对我也好 都是 都有原因的 姐妹们 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说女人 好好干 姐妹们 真的全部录像 现在挣钱 都是这个样子 姐妹们 压力都大 很多点都恐惠 但是结婚还是很美好的 结婚有不好的地方 也有美好的地方 两个人在一起 还是要比 有的时候要比一个人 要好 一个人太孤单了 我觉得还是不要恐惠 到婚来 到婚龄的时候 还是要结婚的 结婚生子 对不对 天哪 今天状态好 今天还行 今天也累 今天还好 反正是 我不容易 我老公 我真不容易 姐妹们 我实话 我也不容易 虽然挣钱 但是我也很受罪 你看我那天 出去玩 好久了 我在车上睡着了 我老公公在后面 他看着我 就是头一样的 熬的 一夜都睡不着 第二天 休息 还想带孩子出去玩玩 带着家人 就这样子 困难 那个头都栽栽的 我老公都说啥 所以我看着你都可怜的 就是我老公都说 我都挺可怜的 都说他可怜我 你看 就觉得我很辛苦 你看 吃东西吃得么撑 而且还熬夜 你看 就是他就觉得 我很不容易 你知道吗 我老公公说的 就是有话 人家有这句话 我听着我老感动了 他心疼我 我就觉得 就这样的 爸妈就是公婆挺好的 他会心疼儿媳妇 他会觉得儿媳妇不容易 是吧 他说 你看你得那 都困了不行 我都觉得你多可怜 多心疼人 就觉得我 太累了 他的意思就是 有这一句话 我就觉得 真好 人家想着我 惦记 我觉得我不容易 是不是 我也愿意对他们好 你们吃不了那么多 不用吃这 姐妹们 这个吃播 我不是说 怕大家强我生意啥的 没有那一说 但是我是客观上讲了 多多少少是伤练身体 不到万不得已的话 也不要干吃播 姐妹们 吃播的话 你也很难 好